好,刚才我们把那个病毒数据库的道路也封了好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做界面,做界面开始扫描结果 好,首先要做界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的组织 好,这是一个界面,上面显示病毒,这里显示手机的结果 手机安全,有没有病毒在这里显示 然后这里是个重新扫援的按钮 如果点击重新扫援的按钮的话 这里是个动画,然后又开始扫描 其次在这里面有几层来控制呢 刚才演示要过里面,这个是不变的吧 标题不变,我们先把这个界面先搞一搞 另外,我们先建一个固局 好,首先呢,我们做一个标题部分 标题 好,这个标题呢,我们来个TestView 好,TestView 然后呢,Stell样式 这里先从样式里面去找一下 CartelStell 然后呢,写上一个文本 好,病毒的厂商 病毒的厂商 好,这是上面这个界面 好,这是上面部分 然后呢,这个标题下方呢,还有一段内容 好,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是扫描结果 手机很远,这里是重新扫描 好,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这一层做的一种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操作 好,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 你看,这里的界面的背景呢 和这个病毒厂商的背景呢 是不是刚好梦在一起了 是不是刚好梦在一起了 好,这里一个小细节大家注意一下 那这个呢,如果我直接来个 那样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合适啊 看在这边病毒厂商 看下效果 是不是直接在这里显示了 是不是显示背体的感觉 对不对,那如果想显示一体的感觉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包裹一下,是不是就行了 好,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呢 我再给你写一个 先写个注释 好,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扫描的一个进度 扫描的进度 扫描的进度 然后呢,动画和结果 也就是说 下面部分标题的下方呢 它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 三部分来看 重一扫描 是不是只在这一层做了一个效果 对不对 只在这一层做了一个效果 好,这是一个扫描的过程 扫描的过程 然后扫描完之后呢 这是一个动画 动画结束完之后 这是一个扫描的结果 也就是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三部分显示在同一个位置 那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部局啊 好,那真部局就行了 好,宽度呢 填充服装体 填充服装体 高度呢 我们来个数字 高度来个190个DAP 看一下效果 90个DAP 好,同时呢 我在这里面做三个图片 三个图片 第一个就是显示结果 显示扫描结果 显示扫描结果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扫描进度 显示扫描进度 扫描进度 好,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扫描动画 扫描开始和结束的动画 其实有三部分来组成 把它们一个先做一下 首先是扫描结果 扫描结果的话 它这个量 显示个文字显示个什么按钮啊 一个文字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现在文字呢 我们写个一幕的时候呢 用线线固扫描就可以封锁一下 因为它有两个字啊 宽度 宽度 高高高内容 高度 高高高内容 高度 高高高内容 然后呢 在副空间 进行什么呢 中间显示就显示 就是显示扫描 在副空间的中间显示 然后在这里面来两个字 两个字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结果 就是 是否 就是 是否 是病毒的显示结果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重新扫描的按钮 重新扫描的按钮 好 现在显示 病毒的显示结果 这是两个 Test View上 Test View 然后宽度呢 包裹内容 宽度包裹内容 高度呢 也是包裹内容 也是包裹内容 然后呢 文化呢 先显示一个 就是手机很安全 手机很安全 好 就是画像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扫描的按钮 然后呢 来个手呢 Botten 好 宽度呢 包裹内容 高度呢 也是 包裹内容 然后呢 那个状态 选择器 Bip Ground 用什么呢 咱们 当时应该 这个Dellac里的 发行刷 Dellac的 发行Snap 然后呢 再来个文字 文字呢 就是什么呢 重新扫描 重新扫描 然后呢 文字字体的颜色 是白色的 Tax的Color 123456 然后拿个TestSend TestSend 18个ST 好 这里也拿个 这两个弄下 复制一下 好 这个现象布局呢 我们拿个方向 Origation方向 来个什么 垂直 好 现在我们看预览的效果 是在这里了 重新扫描 这个文字呢 白色是不是看不出效果 因为我们说 没有设置背景啊 这个背景呢 我们也试制一下 这个背景呢 刚才说过 这个真布局的背景呢 和这个背景 应该是同一个背景吧 同一个背景 或者的话 这个小细节也要注意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手机要讲 它这个背景的 那个颜色 是刚好 弄在一起了 对吧 弄在一起了 显示一个 整体的感觉 那既然显示 整体的感觉 我在这里来个什么呢 我这里面 再给它来个 Background 因为咱们之前 在Background的那边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图片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把这个 给它改改啊 这个背景图片 假设 我现在给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 黑色 就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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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大家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变成这种效果了 是不是就黑色的效果了 说明在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生效的 是不是 那现在我的这里面 改成什么呢 改成透明 是不是就行了 透明的颜色 是不是再加两个年啊 再加两个年 我把那个背景 是不是给它弄掉 好 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的白颜色 是不是就不显示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给这两个图片 加个什么呢 是不是一起加个背景 给这两个图片一起加 背景是不是也要再包裹一下 是不是 也要再包裹 包裹什么图片呢 线性布局是不是就行了 好 宽度呢 填图服装体 高度呢 包裹内容 是不是 因为我在这里面是指定 这个是它的内容 然后这里是不是就是 把这个全都给它指定好了 然后把它包裹一下 调整X 其实呢 你没必要这么精细啊 关键是有的 有的用户需求里面 是非常精细的 尤其是小日本 小日本它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精细的 虽然它给的价格很高 但是它精细到什么呢 精细到图片的像素 和它的一个像素 和两个像素 它就有细位的差距 精细到那种程度 所以你给它做项目呢 是 精度很高 不过钱也很多 都是成正比的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 给它来个什么 首先来个方向 方向来个什么呢 垂直方向 然后这里来个什么呢 说background 好 background来个什么呢 来个 Jobble 的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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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K 是吧 好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就这种效果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种效果了 手机很安全 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样对齐的话 感到不太好看 在动向 这个 这个按钮 应该叫什么呢 说副组件的 Layout Gorality 或者什么呢 我在这里面 来个什么呢 Layout Gorality 是不是Sync 这个Sync 是什么呢 在它副组件的位置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设置 它里面的组件 里面的组件 是不是来个 里面的Gorality 里面的Gorality Gorality 来个什么呢 是不是 水平 激动 是不是就行了 Sync Horality 是不是就可以了 把它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这种效果了 对不对 就变成这种效果了 你要知道 这两个属性 一个是Layout Gorality 一个是Gorality 它俩的有区别 这是它里面那种 是不是就显得这种效果了 好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了 好 现在咱们再来一个 这一层就没有问题了 是吧 看真空局里面 这一层就没有问题了 那既然没有问题 咱们 为了不影响视觉效果 来个什么呢 威雷飞体来个杠 什么就行 威雷飞体来个杠 等一下我一起给它写ID 一起写ID 现在一个ID都没写 这是个显示扫描结果 那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二个 显示扫描进度 那显示扫描进度 它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来看一下 上面是个进度角 下面是个文字吧 是不是 上面是个进度角 下面是个文字 那这里面 再来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再来一个 线线误许就可以了 线线误许 宽度呢 前方复考题 高度呢 包裹内容 高度 包裹内容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加两个图片 第一个是什么呢 进度条 进度条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扫描的文本啊 第二个就是扫描的文本 扫描的文本 扫描的文本 好 大家看一下 扫描的文本 看 上面是个进度条 下面是个扫描的文本 是吧 好 只不过这个文本呢 很容易去做 它就跟它是VIO 起码我们先做呀 它是VIO 好 宽度呢 包裹内容 或者 你看这个显示 重新转一下 看下细节啊 每次扫描的话 是不是中间 重新两边开始显示 是啊 如果中间 重新两边显示的话 那它叫什么呢 是包裹内容啊 它就是包裹内容啊 宽度 啊 写错了 应该是layout 宽度是吧 layout和宽度 好 这里就是那个 包裹内容 包裹呢 也是包裹内容 好 这个文字呢 是不是应该是 集中显示 是吧 那既既既然是 包裹内容 说它的文字 是不是就无所谓了 因为你一定是 包裹内容 说你的多大 是不是就文字 就多大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派出的文本 比如说 正在扫描 插插插插插 正在扫描插插插插 这是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 那文本在这个 现明固局里面 应该来个什么 是不是gravity啊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layout的gravity 现在显示 gravity 是不是什么呢 垂直方向 水平方向去东 好 格式化一下 那么它就在中间显示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正在上边 这个 因为上面是不是没有组件 是不是在正中间显示 是吧 现在只放了一个组件 这个是不是 这些注释是吧 没写 好 直接把它 先改造改造 这个是Tax的卡勒 先改造的时候 拿出白色 是吧 正在上边 那现在我要给它加 这么一个精度条 好 这个精度条 长得是不是有点炫 是吧 好 如果你发现 一般发现 如果长得比较炫的 精度条 都不是自己写的 如果自己写 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工作量 会大香 我们在 这里微课里面 会给大家讲这个原理 就是 到底怎么去做 我们 GitHub上去看一下 打开GitHub 然后我们说到什么呢 圆形的进度条 就是 Circle Circle Progress 是啊 好 圆形的 怎么 没事 好 这里是做圆形的 那我们也来 加碼的过滤 然后再来个点赞的过滤 是不是这个最多 最多是不是比较好 是吧 好多啊 太多了 看一下 有点像 有点像 还是不一样 就他 就他也可以 这他很多 是不是有这种方式 还有这种方式 训练是不是这种 你要想用训练吗 就训练方式 有很多 像这种也可以 也说他这里 已经做了个动画 最有哪一种呢 我 先 先不管他 先来个什么 先下载一下 是不是就是 他所需要的 先下载一下 洗凌下载完了 哪个 是不是这个 没下完 剩一时间未知 把他慢慢下载一下 我们先看一看 这是他显示的效果 显示效果 然后这里面 会告诉我们 优劣的什么使用方式 这里是他的一个依赖 这里是他设置的一个参数 滑门1.1 这是他的一个 这是什么 是不是自听Vo了 是不是就长成这样子了 如果你想用他的话 是不是就用这个Vo 你使用这个属性 是不是就行了 这是个样式 用这个样式就行了 这个什么 是不是原型的 Sircle的Progress 这个什么 是不是就他了 是不是 那你想用他 想用他 是不是就用这个 那就用他是吧 把他用他 我就直接弄过来了 直接弄过来了 这是他的制定 是不是Sircle Progress 是不是 那你想用他 现在他下载完了 下载完了 也不影响我口味 找到这里 找到这里 咱的定体要是不是就他 你是不是想用他 是不是 想他就把他拷贝过来了 拷贝过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是要 把他架包给他弄过来 架包给他弄过来 大家从上面去下来的东西 基本上步骤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能提取一下 我把这两个都给他剪贴一下 剪贴到咱们 今天的资料里面 第四天 把其他的资料 然后让我把它导入过来 导入过来 咱们看能不能影响 这里有个错很正常 有错很正常 在那儿导入一下 存在的工程 找一下 硬盘 13 找一下第十天 第十天 资料里 有一个 是不是他 现在我选了这个工作 现在我们来 例文给他讲 这个时候呢 叫做Circle Circle的Progress Progress 然后呢 例文是不是例话 这里是例文 这里应该是例子吧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者这样 粘迹一下 叫做Gammer 是吧 考虑到北部层部下 是吧 好 分离 嗯 我还问没错了 不可能了 因为我最起码改来报名了 是吧 改这里是不是 它是什么呢 是不是用到一个内裤啊 ADD一下 怎么有呢 是不是这里啊 这里没写 是不是 这里来个什么 属性 安卓是不是 Ease Library 先选动一下 好 从这里的效果上来 它也是想要什么呢 采用那个安卓16度来开发的 是吧 所以我们要把它揪过来啊 把它揪过来 跟上次一样 不怕 你要把它揪过来 把那个内裤 它这是奢苦的是吧 这是圆弧的 圆弧的 这是奢苦的 圆弧的话有多种 这是样式不一样 这是样式不一样 现在我呢 给级约 给大约16的 好 就是这个内裤 好 这个内裤有了之后呢 我这里面也给它来一个 好 代码给它揪过来 揪过来 这里面需要一个 架包 右键 然后呢 Property 然后呢 选择这个安卓 选择ADD 是不是可以找到SERCLE 好 OK OK 给它弄过来 看一下这里的 错误信息是什么 Values Stars Stars 这里面 这里是什么 ActionBar的话 ActionBar它不用就行 跟上次一样 直接把它给干掉 好 后准备给它来一个 ActionBar ActionBar 这里来个 热门主题 主题里的什么呢 就是普通的就行了 这里来个什么呢 弄太阔霸全屏 弄太阔霸全屏 给它改一个 好 这里就弄好了 看这里 这里是有很多问题 是不是都是ActionBar的 ActionBar 它用到微细胞里了 是吧 微细胞它没有 看 这个架包里面是没有的 这是并包 没有 没有的话 这里面我就给大家 全部放了什么 ActionBar 好 可能系统加我导包 这里是一个什么 这里是一个布局文件 布局文件 我们找到Layup ActivityArk 是一个布局文件 这是一个Fragment Fragment Fragment 怎么没找到 这个是 不认识 不认识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没有生存出来 安乐文件说明没有啊 安乐文件没有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里有错误了 资源文件中有错 资源文件我们看一下 属性 这个加载过来了 这个 哪个 哪个目录 基因这个目录 重新生成一下 重新生成一下是吧 也没有 这里是 如果阿乐文件 生存不出来 一般情况 阿乐文件 也是目录源 就错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目录不要了 这个并录 也给它自动生存一下 并录 也自动生存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工具上 这是咱们的支援 这里面都是 它里面 它采用的是 IPBud 咱现在没有 那个架包 没有那个架包 就 没办法去搞 那些事 搞不出来 我不影响 我去用它 这里是 只要 力不酷 没问题就行了 现在我把它导入过来 Broad 选到这个 然后 选到ADD Surcle Progress OK 导致重新停止 AAPT是一个什么 ADB目录下的 Broad Broad Proad 看一下 Broad Broad Proad 立法 目录下 依赖的 家包 社会都有 然后呢 看一下 在前 看 这里 AAPT 这是找不到的 AAPT 加分 我先来找一下 这个代码 命名空间 这里用到了什么 是不是 Customer 命名空间 我们给它加一个 复制一下 命名空间 它叫做Customer 我也叫做Customer 它叫做Customer 然后这里 刚才说 咱们自己的报名 放点 IT P码 IT P码 点 这个 Mobile Safe Mobile Safe 13 好 保存一下 好 这个就 错了 好 这里就 没错了 说明 可以找到 这个空间 预览一下 能不能预览到 输出来了 这个是 方向 没改 这个是 加地路条的 这个方向 是 方向 没加 对去 那个什么呢 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开车火 它应该是 居中显示 居中显示 叫什么呢 雷尔和 Gravity 雷尔和 Gravity 那个什么呢 深刻 水平方向 居中 水平方向 居中 到这里来了 这个高度呢 已经载了 高度 一点载了 改一下 高度 改成 110 改成110 看一下效果 还少一点点 差不多 它已经完全显示了 但是它显示的位置呢 显示到这里了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先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界面 现在我先把它 步出起来 右键 这个内容 没创建的 创建个内 好卡 再来一下 可以了吗 好 这个可以了 这个我分修停掉了 没有人考我的东西 好 这里来个 就是 Anti Anti Virus Anti Virus Activity 然后它 G乘以Activity 好 分析一下 然后呢 我在 在庆载文件里面 先给它 那个配置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呢 然后呢 我需要 这是之前的 全部给它关掉 好 现在呢 我在这里面去 写它的代码 AntiVirus 先写个注射 病毒的厂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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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先来个 Ampr的方法 Ampr的方法 那Ampr的方法里面来个 InitView InitView 好 可能一创建这个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面 先把工具为电 先写下效果 SAT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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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第三个了 第三个是精神管家 第三个 四个五个 第五个了 第五个了 我们来个我 这个病毒的厂杀 病毒的厂杀 然后呢 在这里面来个 AntiVirus 就行了 Anti Virus FTP 好 现在我们部署 运载杀 开始效果 好 运载杀 挂上了 是吧 啊 挂在拍摄的名音啊 注册已经 no class debile fond error stare go 没找到了 啊 这时候给它清理一下工程 咦 咦 这是什么 研究 APT停车工作 APT是什么进程 应该是安卓某个工具是吧 对 先fix工程 好 再来一下 因为他报的这个错误呢 他说这个Noclar给他发回来了 就是咱们这个自定音域的这个东西没找到 所以呢把工程清理一下 因为那个架包呢 有可能没有找到他的资源 把这给试一下 看控制台 好 回一下 速写出来了 好 这个已经出来了 这是他默认显示之后 怎么不在中间显示 调调位置 中间显示 看一下这个布局文件 布局文件里面我们设置叫什么 首先这个真布局呢 没有设定他的方式 在这个显示进度的时候 这个是内压的布局 在副空间的位置 中间显示 然而布局呢 是深刻ORIC水平方向 集中 这个是重复的操作 因为这里面已经深刻了布局了 这是他的布局 这是这个组件 他怎么显示偏了呢 MARPINGRAFT 这是他显示的效果 说明现在效果已经有了 效果有了之后 我就可以写在码了 现在我们先不管动画怎么中 先把这两个切切换 等功能完成了 我再把动画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这个动画内部呢 只需要给它画和 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面 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步骤去写了 界面内部呢 首先我把这个界面的信息获取一下 那我要给它统密了 给它加上ID编号 ID编号这个标题不用 标题不用 这个真布局里面 这里有个东西啊 这个是叫做ID 然后呢 OL antivirus antivirus 这个是什么呢 显示结果是吧 就是show result 显示结果 显示结果的话 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add符号 加ID是吧 加ID就行了 这个给它提出ID 到时候让它回上 它先隐藏是吧 也就是它来隐藏 进行先让它扫描 它扫描完之后 它显示是它隐藏 两个交替是吧 两个交替 再来个什么呢 LL 错了 这个叫做ID是吧 ID 然后这里来个编号 LL 叫做antivirus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扫描进度 就是scanprogress 扫描进度 扫描进度 这两个文本呢 这是大的文本 显示不显示 首先它里面内容要不要改 这个是不是也要改 有并不是不是显示 有并不是的操作 这里我要给它 拿个ID编号 这个叫做tv 叫做antivirus 这个是什么呢 扫描结果 上次的scanresout scanresout 扫描结果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重新扫描 也在安定编号 ID 叫做bt bt 然后antivirus 好像叫什么呢 rescan 重新扫描 rescan 重新扫描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不是肯定也要 因为它是它进度了 ID 然后给它买一个叫做cp 是吧 cp 叫做antivirus 这个叫什么 rovers 进度 原来是有个ID了 我的ID的生交 这里来个什么呢 文本 文本也给它起来 这个是扫描的信息 加号 加号ID 然后这个叫做tv 然后叫做antivirus 这个呢 scan message 是吧 scan scan info 扫描信息的显示就行了 好 那我们先这么多 那这个团队应该有个什么呢 是不是扫描结果的显示 对不对 这是扫描结果 扫描结果 扫描结果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出现扫描结果是吧 那下方的位置扫描结果一般有的 是第四六可以做啊 第四六咱用的比较多了 咱用一个什么呢 这个可不可以做啊 我用个容器在这里 是不是照片也可以去做一下 是不是 我容器也可以去做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来个加号 来个rl 这个叫什么呢 antivirus antivirus 这个scan scan 这个atp info 是吧 把扫描的 appinfo的信息呢 全部在这里面显示一下 好 宽度和高度都是填充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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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宽度和高度都是填充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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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的根据 那就是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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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Scan 小描的结果 DOT FundVID R.ID. 这个叫做LL AntiVent 小描的结果 就是 ChooseR 是吧 小描的结果 好 可能一 然后它里面还有两个指的图片 一个是什么呢 显示病途 似乎有病途的交流 就是TexterView 好 TV 什么呢 IsValues IsValues 的 前置是吧 Cho FundVid R.ID. 这个叫做 TV AntiValues Scan 这个 LL 就是显示少了结果 好 可能一拿个枪端 然后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Buck按钮 是吧 Buck按钮 好 BT 然后呢 叫做Rayscan Rayscan 重新扫描 FundVivid R.ID. 这个叫做BT AntiValues Rayscan 可能一拿个枪端 好 这是一个中间 再来就是什么呢 扫描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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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进度呢 它也是个现行工具 Learn the layout LL 叫做Scan Scan Progress 是吧 Progress 扫描进度 FundVivid R.ID. 这个LL AntiVirus Progress Progress 可能一拿个枪端 然后它里面又有两个指的组件 一个就是什么呢 一个叫做Scan Progress 就是这个 好 CP 叫做什么呢 叫做Scan 扫描进度 这个Progress 看起来就不一样 这是总体 这是CP 好 这里有一个FundVivid R.ID R.ID.CP 直接就帮自己 好 准备 拿个枪端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显示信息的 也是一个TestV 好 TV呢 这个ScanInfo 就是扫描的信息 好 FundVivid R.ID.TV ScanInfo 扫描的信息 准备拿个枪端 好 这是这两个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扫描的 扫描的APP APP信息的显示 上方的APP信息 APP信息呢 我们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 扫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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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呢 ScanIn AppInfo 好 FundVivid R.ID.ID.L.L.O.ScanInfo 扫描的 扫描的 扫描 首先 我们那个估计北地儿里面 我那个方向呢 给它指定过了 推迟方向 没有问题 好 现在我们是过去的 目前的这些图片 好 E.ID.L.O.ScanInfo 完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又来个什么呢 就是来一个 直接就可以来个什么呢 开始扫描了 现在来先 不管病毒部的空间 我现在 只要运行 是不是先来个扫描 是吧 先来个扫描 就是START Scan START Scan 我先来个扫描 这个方法 我先来扫描 也就是 戒定一出发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扫描 那扫描呢 其实就跟咱之前讲的 英语的对的方法 有点类似了 扫描也是什么呢 是不是好使的 扫描也是什么使的 所以说也需要什么呢 纸线性来封装是吧 又有一个 Scan 又有一个 Scan 点START 就行了 然后这里来个封装 扫描方法 好 切切到这里了 然后呢 在扫描的过程里面 因为是紫线性的 所以说我们也来个什么呢 来个Handle 好 Provet Provet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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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买Handle 另外一个Handle 另外一个Handle 然后这里来个什么呢 HandleMessage 是吧 HandleMessage 好 这里来个回撤 那现在我在扫描的时候呢 谁显示谁影响 在这边先发个什么呢 啊 发个消息啊 这里面其实就几个状况呢 点VOT 啊 三个状况嘛 第一个是扫描是吧 Scanning Scanning 就是扫描 正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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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正在扫描的话 谁显示谁关闭呢 先弄下 创建个常量 好 这里来个E 如果正在扫描 谁显示谁关闭啊 就是让LL 都我们移到成员变量 对吧 可能E 成员变量 可能E 成员变量 好 现在呢 我就可以这样去写了 正在扫描的话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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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variable 让它显示 那我们隐藏扫描结果就是什么呢 LL scan rough .setvariability 让它隐藏扫描结果 显示扫描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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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好 那显示扫描进度 其实我们还应该干些什么 现在扫描进度的里面 就是start scan 先发一个 这里面其实应该分为两步来做 就是start scan 就是开始扫描 开始扫描 如果开始扫描 我先发这么一个消息 让它进行什么呢 让它进行显示 再一个就是扫描过程 正在扫描 正在扫描的话 是不是要加点什么 是扫描信息了 扫描信息和什么呢 是不是和进度的显示 是不是和扫描进度的显示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进度条 第三个就是扫描完成 就是三个状态 就是扫描完成 扫描完成 扫描完成 我们再来一个tm1 冲上这个方法 这里叫做2 这里来个tm1 冲上这个方法 叫做3 总是不一样 谁先谁 扫描所有 首先我发个 开始扫描的消息 那就是第一个 发送 发送 开始扫描的消息 开始扫描的消息 那就来个满handle 满handle.optainmessage 叫做startscan startscan.send to pocket 首先发个扫描消息 然后这里开始显示 这里是它的显示 结果的印象和扫描进度的显示 那每次我在扫描过程里面 我扫描一个 就给它发一个 给它看一下 现在我发完之后 我就开始什么 第二个 是不是开始扫描了 开始扫描什么 是不是每一个安装的APP 每个安装的APP 每一个安装的APP 那每扫描一个 我发送一个这么一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发过来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显示进度 和它的扫描信息 对不对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 开始写 每个扫描APP 那我们应该获取谁啊 是不是获取所有安装的 所有安装的APP吧 获取所有的安装的APP 但是有个攻击类啊 APP YouTube 是吧 叫做什么来着 是不是 APP 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APP Info YouTube 是吧 APP Info YouTube 是吧 点 GAT All Installed Inst APP Info 是不是就这个 当时为了测验 是不是加了个1啊 小民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里传递一个上下纹 上下纹 看着 它是上下纹 因为这个上下纹 优特不高 随便虚拟的都没有问题 出一个成员变量 大家看 这里面是获取所有的 安装的APP 那现在怎么知道 它是个病毒呢 你安装完之后 是不是生成一个 安装的一个本间 大家看呀 安装完之后 不要弄捆了 这里面有个 帝克一个APP 是不是安装后的 是不是也叫做APP 这个可不是原文件 原文件叫做APP 安装后是不是也叫APP 跟两个维度的系统一样 原文件是不是叫EXE 安装完之后 是不是也叫EXE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安装后的APP 那这是人用过的 系统的安装在 哪个目标下 是不是Sys的目标下 是不是有个APP 这是不是系统的APP路线 所以说我找到APP之后 如果我发现是个病毒 是吧 它都马上 弄到数据库里了 所以说我要去扫买这个APP 是不是进来 它就腾腾码 看病毒数据库里面 有没有 是不是这意思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就合办了 我这个路径里面 是不是已经取到了 到这边讲的时候 它有个什么 首先说APP APP source 是吧 破旋软 迭代旋软 好 APP input 我们取到前 APP input 地面有个 Sys的一个GAP的一个Sys的目标 咱们倒是获得到原目标之后 是不是就算它的大小 咱们的显示软件管家的时候 是不是显示一个什么呢 开架 软件管家 显示到后面显示 软件在用的大小 这个大小 是不是通过这个路径搜出来的 对不对 当时给大家看 它其实是不是就是个APP文件 APP文件 这是安装后的APP文件 把这里面返回一下这个Sys的原配 这是什么呢 这是APP的安装目录 是不是 安装目录 你找到你的安装目录 我下面是不是计算 是不是计算你的MD5 计算MD5 咱们是不是也有工具类啊 叫做什么呢 MD5的YouTube 是不是 点GATFileMD5 是把文件路线传立过来 然后获取到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获取一个MD5 过去MD5 然后呢 是不是做出一个判断 对不对 做出一个判断 判断的话 是靠什么呢 是不是靠到 到处来判断的 就是anti-virus 到 是吧 anti-virus 到 点什么呢 Ease virus 是把它弄进来 反过结果 是不是它 Ease virus 是不是病毒啊 是不是病毒 那现在呢 我要把扫门的信息 在这里进行显示 大家先看看老的 太老了 看一下 病毒的厂杀 大家看 这次都扫门了信息的显示 是不是每个软件 看下 如果是绿色最后 是不是没有毒啊 如果显示红色的厂杀 表示有毒的 是不是作为病毒的标记 把这个信息里面 大家看 都有什么信息啊 都有什么信息啊 图标 名字 是不是病毒啊 是不是就三个信息啊 也就是说 这个扫描结果 我就知道了 封装扫描结果 封装 封装 扫描结果 封装扫描结果 那想封装扫描结果 这个扫描结果 有三个信息 什么信息啊 图标 名字 是否是病毒 是不是三个信息啊 那三个信息 我应该是 怎么给它发呢 怎么给它发呢 好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少一个 少一个 什么发一个 那现在这三个信息 我是不是也应该来个封装类啊 对不对 我应该来个封装类啊 现在我写一下 Ravit Class 就是Secure App的Info 现在写个并类 这个并类呢 全部三个信息 就是Job 是不是就是个图标 Job 就是个 iPhone图标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APP的内码 用程序的名字 还有一个就Ballenge 就是IsVarious 是不是意思啊 IsVarious 好 现在我就可以封装这三个信息了 ScanAppInfo ScanAppInfo 好 这是哪个Info 另外一个ScanAppInfo 每次上来 是不是都是个新的信息啊 好 Info 点什么呢 Acc 就等于多少 是不是就在这个 APPInfoB里面 是不是就有啊 点GatInfo 是不是叫做图标 好 这是图标的重装 然后呢 Info点什么呢 HGName 就等于 APPInfoB 点GatAppName 是不是就是名字啊 对不对 就是名字 第三个 是不是就是 是否是病毒 是否是病毒 那就是什么呢 点IsVarious 是把这个字给它 是不是就行了 你是处 我就处 你是Boss 我就Boss 好 封装完之后 是不是发送扫描结果 发送扫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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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一个我发一个 少一个我发一个 那发过来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先不管你自己的 扫描结果 信息应该怎么显示呢 先看扫描信息 首先是获取结果 获取结果 获取结果就是谁啊 就是这个message.obg obg它是个什么数据呢 咱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封装 叫做scanning appinfo info就等于它 可能意思是来个强断 这是获取的扫描结果 然后要想显示扫描结果 应该来个什么 是不是来个web 好 这个web里面大家看一下 是web三部位置成的 这个咱有没有做过 类似这样的web atom啊 哪个像像 咱们做了这么atom 哪个比较像像 哪一个是三个字啊 哪一个 这个任务管理器的是哪 是不是 这个是两个字啊 两个字 去到一个就想来说 把它的用号复制一下 然后再给它沾一下 再给它沾一下 好 OK 这个其他名字叫做 atom调报信息 就是印度的 这个是anti-variable 是给谁啊 是给Lenolioq了 所以Lenolioq显示的 指头空间 指头空间 大家之前呢 配置这个Lenolioq 都在这里完成了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anti-variable 大家看Lenolioq 是不是在这里配置 它的指头主件 对不对 其实代码龙是不是也可以啊 代码龙是不是也可以 统一个布局 给它添加过来 它是一样的 本质上还是通过代码来操作的 只不过安卓 做界面给它提供 方便的平台就是什么呢 布局文件 其实本质上都是通过代码来做的 所以说我首先呢 去 我只是拷贝了一下 并没有改 是吧 叫做什么 anti-variable 是什么L 这是图标 图标的话 我改个名 最后再改吧 这个是不是叫一个 是不是就行了 Lenolioq 或者什么呢 或者你在这里面去掉一个 它去掉一个 然后这里来把什么呢 垂直方向 看下效果 是不是两千块家 这就是名字 还有一个什么呢 后面是 是不是病毒 是不是也是一个图片 这类关的什么呢 是不是imed view 是不是就行了 imed view imed view 这两个就不要了 这两个就不要了 这个也不要了 这个也不要了 位置是要的 然后这个ID 怎样我再改 现在我统一的改件ID 把TaskManager 统一的给它改造 改造 改造什么呢 antivirus 全部给它改造antivirus 好 改造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细微的改造 这是图标 是吧 这图标就不用改了 这是什么呢 名字是吧 这个内部就不用改了 这是那个TV的 下面这个是病毒的 是吧 那就来个什么呢 eas virus 是吧 eas virus 那无论的情况下 不是病毒 不是病毒的话 我们看一下 咱们资料里面 有没有好点的图片啊 就是是否是病毒的 一个图标 看人数查里面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不是病毒 那是病毒的话 换存的 软件管理的 用这个是不是就行 用这个 用这个 就是如果是病毒的话 来用这个图标来显示一下 从360里面找一下 从360里面 金山里面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 金山里面有这个 少闻病毒的话 那我看一下 它起来 是不是叫做 virus 没有 它不叫做virus 这个 这两个挺好的 那这这两个吧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有病毒的 把这两个图标 弄下就行了 这是check status gray 记住它的前缀 check status 把它弄进来 把它弄进来 然后呢 我这里来个什么呢 sauce 末的图片 应该来个什么呢 来个是 不是病毒的 是吧 叫做什么呢 check status gray 是吧 看下效果 是不是这个 不匹配 太大了 35 后面图片像素 给它改造 改造 这个小点啊 这个字体 改大一点 字体 稍微大一点 字体 没设置 18个sp text 他俩差不多了 这个改大一点 是吧 改大一点 这个也跟它一样啊 这个主要是用美工来做的 这个其实不用再操心 它只显示一下效果就行了 是不是这个 现实中是用美工给它做的 你告诉美工给我做成多大像素的 就行了 哪个 什么 代码中怎么了 代码中也可以改 我先看预览效果嘛 对不对 我先看预览的效果 代码中肯定可以改 代码中肯定可以改 好 这是 这是一个效果 那现在 现在我是获取信息了 现在这个vue 我是不是也有了 vue就等了 vue.1 flag 是不是就行了 vue.1 flag 然后呢 这里上下文 然后这里来个什么呢 al.layout 这个叫做什么呢 atm的antivirus 就是它 没有复部件 来跟那 来跟那 现在我这个布局呢 是做一个 这个纸啊 反的vue.1 flag 反的vue.1 flag 反的vue.1 flag 啊那点 id点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tv antivirus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名字起来有点 不太标识了 那统一的给它加上一个前缀吧 统一的给它加上一个前缀吧 统一的加上前缀 这是乔木里的指示啊 乔木里的指示啊 然后呢 我给它加上一个 水灵状 复指示一下 好 统一的加上atm是吧 这是乔木信息的 加上这个啊 这又可以说 好 防止给它 组件为了的名字 名字冲锋是吧 叫做atm 前缀党 好 那现在我这个tv 好 下方线 这个atm 我们里的itweb 这个就知道了 是吧 好 这个是 点sat text 这边还不能点 因为它的反复内容 是vue类型啊 vue里面是没有 它是sat text的 只有text的vue才有 是吧 tv的就是name 是吧 tv的name 可能一来个强转 可能一来个强转 这是名字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两个图标准 emadivue emadivue iv的echo 就是emadivue.fun的vueby 可能r的.id 这个iv atm的antivirus的echo 好 可能一来个强转 好 最后一个呢 也是一个emadivue 好 iv的 isvirus isvirus veal.fun的vue.id r.id r.id 这个 叫什么来着 这个叫做emadivue 这个叫做atom atom 你的 这个名字又起得不到位了 看一下 我那个名字起得 atom 这个我没改 这个改成lv 我身上没找到 好 大家问号 这个叫做atom atom 这个一日外就发了 好 可能 大家强转 好 现在界面有了 我就开始设置 是吧 tv name.set strip 上个text 下个text 等于多少 是不是info.info. 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没有封装 那就是app name ap name 好 第二个就是iv的acom iv的acom 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要判断了 if info info.eas 如果是病毒 不知道什么呢 lv acom 点什么呢 set imagine resource 这种resource r.do 这个叫什么来着 check 这个是read 是不是 如果是病毒 打用红色的 如果不是病毒呢 就用什么绿色的 是吧 好 这个是 哪个 这个名字用错了 是吧 这个是 这个 好 那切完之后 这个是 是不是 是不是添加到 least view 错了 learn the layup 是不是 添加到 learn the layup 中 好 如果我们想 从后往前 添加 你看我们的效果 我让它 重新扫下 反正看一下 是不是从上 往下来了 也说最后 扫买 是不是最先看到 那是到的 加 是不是 到的加 的话 有什么呢 LL 这个是 扫买结果 是不是 不是扫买结果 这是扫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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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扫买信息 什么按顺序加 现在每次都加到 雲的位置了 对不对 就显示这么一个效果 好 这是显示效果的 然后呢 下面还是 是不是还有进度的 这是扫买信息的 找哪一个 好 上面是 显示进度的 那显示进度的话 我们应该来个什么值呢 把它想一下 进度的话 无非就是总进度 和当前进度啊 那总进度 应该是什么值呢 总进度应该是什么值呢 如果不想发信息的话 这个信息里面 还可以 发一个什么 当前进度 或者总进度 是不是都可以 给它迫过来 其实都可以啊 你在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你发信息的时候 给它来一个 就是什么呢 input一个max input一个current 和progress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current progress就行了 好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 就可以这样去做了 当我在扫买的时候 我在发现这点 我还要风光一下 每次 这个大小时候不变的 我先来一个这个值啊 就是input input点max 等于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容器的大小 对不对 容器的大小 容器的点 sat 是吧 好 当前进度应该是呢 connell progress 这时候呢 很简单 这个呢 我如果在这里加了的话 肯定也是一 是不是 我不能在这里加 中游全能的是什么呢 是增强或运环 所以说我这里面 生了一个什么 生了一个变量 什么就行了 progress 当然等于零 只要进来一个 是不是就加加一下 progress 然后呢加加 progress加加 然后呢 progress给谁呢 是不是给他 progress给他就行了 对不对 progress给他 然后发生个消息 那现在这个消息再提里面 还有这两个字 我就可以这样显示了 显示进度的话 用什么呢 圆形的就是 sircle progress 什么cpr 点sat和max 等于多少 是不是input点 我刚才起了 把它获取结果 是不是弄到上面去啊 弄到上面去 是吧 先让获取结果 然后呢 这里获取什么max 是吧 然后再来设置的时候 当前进度 点sat和什么呢 progress 是不是也叫progress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input点什么呢 carrant progress 是吧 这是少门的 那当少门结束之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发一个扫描结束的消息 是吧 把这个扫描结束 把这个 在这里 就是扫描结束 扫描结束 好 扫描结束后 发一个扫描结束的消息 就是满handle 点optimessage 把这里来个finish finish 然后呢 点sendert to target 点sendert to target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 显示结果 在这里面又来 扫描完成之后 应该干什么活 显示谁和隐藏谁啊 隐藏是不是扫描进度啊 隐藏扫描进度 隐藏扫描进度 那就 LLO scan in progress 点什么呢 sendert visibility 然后view点什么呢 然后呢 然后呢 显示扫描结果 就是LLO result 点send visibility 没有点Valibor 实际上它显示 好 现在我们先来测一下 好 一行一下 哪里没发消息啊 发了三个消息啊 这里发了 发什么 这里也发了 不需要 我在这里面是发 每个消息啊 扫描嘛 是吧 每个扫描结果都在这里显示了 好卡 先弄一下 好 再显示一下 好 刚才挂掉了是吧 挂掉了空置的一样 空置的一样是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个值有没有啊 使开 比如果然是 这是设置它最大值 是这样 如果在这里空置 是这样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它为空 CT这个有没有过去到 那是这样 有过去到的是什么 它不为空了 那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谁了 是不是就inf了 inf里面 我们message.obg 是吧 scanning 好 scanning呢 我们在循环的时候呢 发这么个消息 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来个发个完之后 我们来个 说得太快了 来个 sredsystemclock systemclock clock.slip slip 好 每上万一个 200毫秒 做一个间隔 做一个间隔 然后呢 它这里面是 看optimessage.scanning 这来扫描 然后呢 我这opd.info 我这里实际话 给它拨置了 发动过去 再来测试一下 好 运行一下 好 并不是查杀 看一下什么 也一样 还是控制那段 跟上一个是一样的 这个控制那段 handle message 也这里 对 上面没有brick 这里不是 只有那个没有 这个也要brick 好 好 继续 因为没有brick的话 它就不忘了条件 什么继续往这走 了 继续往那走 这个字 这个字是不是就为难了 因为他发了个消息 的时候没有欧别界 在这里 发生 就是这样 好 再来看一下 好 冰毒的长沙 是不是这种效果 稍微完了 刚才是什么情况 没有百分之百 是吧 马克思值 马克思值是固定的 这是当前进度 是吧 我先把这个事件 再来一下 百分之五 已经超过一半了 才百分之三十多是吧 那就看一下 他的API了 他的API里面 可能不是这样搞的 info.maxinfo 现在咱们这个 明显不对 明显不对 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API 点 SAT什么呢 他那个API 这里有个SAT max 就一个字 SAT 然后呢 他的比例值 计算的不对 这里有个SAT Progress 进度 那我还是看下 他的文档吧 看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 就是他的间距 宽度 告诉他 就是他的那个 潜似的值 这是他的样式 然后这是圆弧 显示的是这个 他没有告诉 我们这个进度 进度的话 SAT和Max 按照他比例值 来做的 是不是不需要设置 他最大进度 我现在先不设置一下 然后我们到现在进度 是不是做个比例值 除以多少 info info点出了Max 然后呢 让他乘以多少呢 乘以1.0 乘以1.0 除一下 1.0 是吧 然后再乘以多少呢 现在乘以100.0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 然后再给他 动作四十五路 就是Max 点Romant 然后呢 给他再买一个 然后这里再来个什么呢 info点 好 info点 好 现在我看了比例值 看对不对 好 有点运行 好 一运行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